小紀會最近在挑釁市民上 賣減罐子 發言說有三聲 八是違法添加糖精 其中一種刷徵的事品 違法比例是相關的 很多人會買問題 做事實在這裡 認為可以支水打 不過小紀會最近 挑釁市民上賣的問題所發言 用每一百公元的計算來比例 刷徵的不是比較貴 違法添加人工甘位置 也就是人家說的糖精的比例也比較貴 十二件裡面有七件發現 它的人工調味劑是超標的 小紀會調整發言 二十四家裡面 三種無學級上品 包括新北市 京平路的大潤發 裡面的化煤 跟台北市羅斯福利頂頭的 快車食品 美化合添居煤 尤其台北市民生水路頂頭的 款頓新郵行 站在台北的添化煤 糖精違法添加超過三倍 第一個次多的話 不容易被我們這個身體 給它這個消化分解 所以主要的影響是在肝跟肾 目前就是全台會做小加的動作 對 都可以無條件對 對 沒問題 小紀會 剛好由台北市 為新郵要繼續對中記者 也提醒民眾買買的時尊 盡量選擇信用好的點擊 有保重的食品 比算還比較有保障 而且要吃一點就好 千萬不要吃太多 只要增加身體負擔 記者綜合報道